嘿,大家好,我是阿文,欢迎回到阿文的生活记录频道 我们现在人在2020年的Computex现场 那身为一个Stamp Dragon Insiders 我们当然要带大家来看一下Stamp Dragon 他们今天在Computex当中有哪一些精彩的内容 那今年的第一场活动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高通的CEO Cristiano Armand 他直接来到了现场 要来为大家进行Keynote 一起去看一下吧 在这一场的Keynote当中 台上直接展出了15台 搭载Stamp Dragon X系列平台的Copilot Plus PC 看得出来这一次Stamp Dragon是完真的 包括了Acer, Asus, Dell, HP, Lenovo, Microsoft, Samsung 你一定能够从中找到一台适合自己的 那值得期待的是他们不止步于此 接下来即将推出除了笔电以外 其他的PC形态 这一次的主题是The PC Reborn Stamp Dragon重新定义PC能够做的事情 透过AI功能成为你的私人助理、导师、翻译员 Cristiano也分享了Stamp Dragon X系列平台 具有哪一些的优势 包括了不需要担心隐私 可以直接在本地运行反应快速的AI功能 超强的续航力 这些都是靠着强大的Hexicon NPU 45Tops的运算能力 在功耗表现极佳的同时做到的 那当然不要忘记还有Stamp Dragon平台的限定优势 例如说Stamp Dragon Seamless 装置之间无缝切换 Stamp Dragon Connect的5G 或者是Wi-Fi器的联网功能 还有Stamp Dragon Sound的无损音质等等的 大家最关心的 我想目过于常用的软体是否能够顺利的运行 高通和微软他们是非常非常努力的 在确保我们日常所需要用到的软体 可以在Stamp Dragon X系列平台上面 以原生的方式更好更快的来运行 包括伸展力工具 影音剪辑 社群娱乐 那同时 经测试的还有超过1200款的游戏 未来还会持续的更新支援软体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说了这么多 我们还是直接去看实体吧 我现在就来到了Computex 2024 ASUS的展位这边 要来大家看一下 搭载Stamp Dragon X系列的AIPC5哪一些 目前ASUS他们已经推出了两款的笔电 是搭载Stamp Dragon X系列 包括了我身边的这个VivoBook S15 还有另外一款是这几天才刚刚发布的 Pro-R系列的PG13 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来自ASUS的Kevin 我们请Kevin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想有第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在ASUS的笔电系列里面我们有非常多的Series嘛 我们有Pro-R的Series 有ZenBook Series VivoBook Series 那为什么我们这次选择在VivoBook当一个首发 华硕的精神是In Search of Incredible 所以我们希望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到 Incredible的一个使用体验 那其实VivoBook来说 它是一个相较比较亲民的一个机台 大家可能会觉得AIPC的使用体验可能是很远 然后可能它的价格可能会很高 但VivoBook这样的产品线其实对这套电台来说 是一个最亲民 最好入手的一个团排线 所以甚至你也可以预期未来我们会有更多更多 像用Snapdragon晶片的笔电会在上市 那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就是 这些笔电他们搭载Snapdragon的晶片之后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特色 是跟我们其他的PC是不一样的 它AI的地方 AI在哪里 可不可以帮我们demo一下 我觉得第一个最显出的差别 它就是电池小时 像这样子的笔电 奥隆架格的笔电 它电池小时可以更小 甚至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目前 基本来说最保守我们可以到18小时 但甚至比如说看你的使用体验 我们甚至可以有机会到更长的一个电池小时使用体验 另外呢 ARM架构的机台呢 它在温度上面的控温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你在比如说它的那个Power Grid Design 可以让它的那个散热的效果 还有它的那个使用效率来说会比较好 那AI Feature的话 目前就是可能我们就是 紧跟着微软的一些AI Feature的一个使用体验 就是他们在5月20号正式发表的 Copilot Plus的Feature 那那比如说你可以 可能过去很多时候你 档案找不太到 那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开File Explorer来找 其实蛮困难的 你只用关键字来找也很困难 所以现在有Record这个方式之后呢 你可以用一个有界面化的使用体验 可以帮你trace back 用关键字 然后用自然搜寻语言 很快就可以找到了 那还包含到Left Caption 以前我们可能在做一些国际性的Concode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知道别人讲什么 不然他讲英文、法文、德文不知道的情况下 只要开了Left Caption 集资性翻译 你可以很清楚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 而且目前已经吃了到40个以上的语言了 还有另外Co-Creator 像我自己是Marketing 我会觉得Co-Creator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提案简报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缺那些很漂亮的Instagram的图 或者是Image 但有时候我们请人去买啊 或者找设计师下帮我们做图 可能还要花一些时间 最快的就是用Co-Creator 我们跟这个小画家一起共创 简单的大概15、30秒 我画一画他就可以帮我生成一个很漂亮的图片 再下一些Prom 他就可以帮我生成精美的一个图片 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刚刚提到的生成图片这些 是因为我们搭载了一个含有NPU的晶片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理论上这些生成它都是On-Device的对不对 没错你答对了 这跟过去最大的差别就是 很多时候过去都要靠网路 我要连上网路 然后比如说我要订阅服务 我才能使用到这样的AI feature 但现在不用了 很多东西本机端就可以使用了 因为我们有非常非常强大 超过45Tops的NPU 现在我们请ASUS的A1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另外一款 搭载Standragon X-Series的笔电 是ProArt系列的笔电 对 这台笔电其实我们叫做ProArt PZ13 那它其实也是ProArt的第一台 攜带型的这个平板 意思就是说它其实除了笔电本身之外 它可以有可拆卸式的键盘 也可以可拆卸式的背后的支架 所以这台我们想要给朝向的对象 主要是一些创作者 他们可能想要长时间的把这些创作工具带着走 他们可能想要到处去户外 不同的国家地区做旅行的时候 都可以带这台创作型笔电去走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是这台是搭载Snapdragon的部分 所以说它在做一些创作型软体的运算 或者是使用上面 它其实有更加成的效果 我觉得它很适合我的原因 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YouTuber 然后我又很喜欢出国到处去旅游 所以我其实可以带着它 其实我去到国外的时候 我还是一样可以剪片 我在飞机上面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键盘拆掉 当然是我的娱乐工序也可以 但是我一直很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毕竟它是被归类在Pro-R series里面 像我们自己使用的软体是达芬奇 它是不是可以透过Snapdragon的NPU 我们所谓的45个Tops 它有没有办法在我的软体上面 去帮我进行优化 例如说在渲染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进行Denoise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就是它很lag的情况 对 其实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这台它的NPU 其实是可以包含 它去帮助这些比较大众 比较常使用的这些创作型软体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DAVICI 它可以去提升它的使用效率 第二个它可以让它的这个耗电的情况 大大的改善 所以它是很适合你所谓的 想要带出去走 平常都会用到这些创作型软体的一些创作者 除了AZER的笔电之外呢 我在AZER的展位这里看到了另外一台搭载Snapdragon X 以类的笔电 是SWIP 14 AI 我们请到Marketing的Garry 来为我们展示一下 请问这台笔电它的特色是什么 跟你们想要主打的DA族群有哪一些 目前我们在台主要的特色呢 因为SWIP 14 AI 是我们AZER旗下星薄系列的笔电 那专门是主打一些比较高阶人士 或者是他们会喜欢尝试新鲜科技的一些商业族群 那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个Copilot Plus的PC嘛 换句话说就是它也是有NPU在里面的 因为它搭载Snapdragon X Elite AI的功能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 Windows的AI有哪几个了 有没有哪一些AI的功能是有用到NPU的算力的 在AZER这台笔电上面是AZER独占的 其实在这台笔电上面呢 我们自己有开发一些AZER专属的一些小工具呢 那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 我们有一个主家专门的AZER Sense Key 它在键盘上面F12的旁边 那你按下这个AZER Sense Key之后呢 它就会开启一个叫AZER Sense的应用程式 那里面呢除了你可以针对你的不同需求呢 去调整使用者的效能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feature叫做Experience Room 那你点到Experience Room里面呢 就会有相关的AI的feature里面 可以去搭配的使用 那主要会有两个最特别的部分 就是AZER PureEye View 2.0的部分 它主要就是用在通讯功能上面 可以去帮你做一些自动取景啊 眼神对焦 或者是说把背景模糊 让你在通讯的时候呢 画面是更好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降噪的功能 叫做PureEye Voice 2.0 那主要这台机器上面呢 我们有搭载三个麦克风 主要呢就是因为想要在吵杂的环境呢 也有一个很好的通话品质 来做一个降噪的处理功能 那再来我们还有搭配第三个 就是AI的Activity Indicator 活动的指示灯 它在我们呢使用这一些 AI的小工具上面呢 在TouchPay上面的这个指示灯 就会亮起来 代表说我们的NPU目前有正在运行中 那这目前主要是我们Acer比较独家的一个技术 了解 谢谢Gary 谢谢 那这一节的最后 我们带大家来到Whotel 带大家来看一下StampDragon 他们在Whotel这边展示的各式各样 接下来即将要推出的StampDragon X Elite 或者是X Plus的AIPC 因为我们在Compidator的现场上面 其实我们只有看到Asus的跟Acer的嘛 那其实除了这两个品牌以外 还包含了Microsoft的Lenovo的HP的DAO的 还有什么我看看一下 这边还有两台Samsung的SamsungBook 4H 所以其实消费者的选择是非常非常多的 就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或者是自己喜欢的品牌来去购买 我觉得他们其实是蛮用心的 他们在这个展区里面展示了所有 现在在SnapDragon X Elite 或者是X Plus上面 能够应用到的一些AI功能 因为我们常常都说 AI是非常全学的感觉嘛 我刚刚已经走完一圈了 我觉得我就直接重点给大家听好了 在一进来的这边 我的左手边 这边展示的就是Microsoft的 它其实很用心的地方就是 它让你看到每一家不同的OEM的厂商 所推出来的笔电 各具有什么特色 或者是让他们来各自的demo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Microsoft的 它就是直接demo给你看Copilot Plus Copilot Plus算是一个 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AI的功能了嘛 比如说你可以回溯的 去找你之前所看过的画面 用文字的方式去搜寻 或者搜寻图片的方式 或者是用小画家的方式 这边来去深层图片 这个是Microsoft的部分 接下来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三星的人 非常骄傲的跟我们讲说 因为Snapdragon X Elite 它是有四个规格的 Samsung的这一台 使用的是最高规格的那一台 所以它说三星这边 有两个展示的地方 第一个给我们展示的是Gaming 实际上它今天玩了一整天的游戏 在温控上面感觉还算是非常好 而且抛起来也算是顺的 另外一个在这边是一个Photos editing 就是三星的展位展示给大家看 刚刚我们透过一个软体 然后他就邀请我 就输入一段的指令下去 看你想要生成什么样的图片 我就输入说 一直在月球上面跳灯毛 然后他就直接给我写说 生成十张出来 平均就是一秒生成出一张 这个速度之惊人 而且我就想说 所以是直接在本地运算吗 对是没有联网的状态之下 现场它就直接生成出来 而且这里一整排 等下我们再拍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们都会展开一个视窗 给你看到这些软体是如何应用NPO 来去加速它的运算的能力 再往里面走 这边有Microsoft的 接下来的这边展示的是Lenovo 搭配Snapdragon X Elite的笔电 展示的功能是有点像GPT 这样子的功能 就是本地的去运行GPT 你可以去指定说 你想要为给它什么样的资料 然后请它帮你统整 或者做整理 其实真的就是像GPT 就是你可以跟它对话 请它整理之类的 但是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是在本地运行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上面会写说 Security 就是你所有的资讯都是安全的 所有的运算都是在你本机里面来去进行的 我觉得这也是这一次 今年ComputeX 2024当中的 非常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所有的AI功能 不只是在云端可以来去执行的 你也同时的能够在本机来去进行 我们再往后看 这边就是有HP搭配Snapdragon X1的电脑 然后它帮我们展示的就是 影像至终的功能 那我们刚刚也稍微测试了一下 如果有第二个人加进来 第三个人加进来的话 它会把它拉到一个超广角的方式 下一个展示出来的 是使用Snapdragon X1的DEL的笔电 那它们刚刚是使用一个 我非常熟悉的软体 就是达芬奇 用达芬奇来去做折照 来去做QO2这些 它的算力相较于 就是其他的竞评 差了多少来去展示它们NPU 是如何来去提升的 当NPU的运转 加入过来帮助你去做运转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消耗太多的GPU或者CPU 那这个时候你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你同时间就可以去执行别的事情 比如说你要找资料 或者做其他的文术处理 这些 这边NPU处理的事情 就是把一首歌曲 及时的去帮你把音轨分离 我会这样说 就是比如说人声的部分 或者是鼓声的部分 或者是背景声音的部分 让你在蜜音乐的时候 可以放上即时的去做这些控制 然后最后一个 这个就是Acer 这边所推出的 就是Accessibility 就是你可以用手势的方式来去进行控制 比如说你要让它播放 你要让它暂停 你要让它快转 你不用再就碰到你的键盘 而是直接用手势的方式 就可以来去进行控制了 好 所以来到这边 我们在这个背板这边 来去做一个Ending吧 所以以上就是在下爱尔文 在Computex 2020 为大家带来关于Stamp Dragon的所有的消息 希望我们真的有用到清闲易懂的方式 让大家真的能够理解 AIPC的时代真的来临的 或者是使用Stamp Dragon XZ的笔电 它们有什么样的功能 所谓的NPU 它们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我是爱尔文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